因為我太久沒有在 螢光幕前跟大家見聽 所以很多人以為我不唱歌了 沒在螢幕上看見 long time no see的郭靖 這蘋果新聞網的讀者 二號倒是在台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不過低調辦理住院手續的本村囉 兩碗血壓抽完血 郭靖在友人的陪同下 轉往二樓麻醉諮詢室外填資料 準備入住的是整形外科病房 隔天開刀房外的櫻木 也出現郭靖的本名郭柏妤 敢問大大要整哪個部位啊 我沒有整 八卦的粉絲要失望了 因為開刀部位是手指DES 嘿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 經紀人大方坦誠 郭靖去年10月因為打排球 造成鼓掠安排開刀後 在左手打了三根釘子 固定一個月才逐漸恢復 法頭術後無名指還是不能伸直 所以二號又到北醫 進行聽起來就很痛的結骨矯正手術 而且這次狀況比醫生想像的複雜 手術時間從預估的兩小時 拉長到三個半小時 郭靖說這次一定要好好落實 術後復健不是因為手術帶來的疼痛 而是發現身旁的家人朋友都很為我擔心 4號一半離出院的他目前仍在家休養 預計下週一上工 是說都到醫院了 有沒有順便捨捨臉咧 經紀人表示 你覺得郭靖臉蛋還有哪裡不漂亮呢 那真經不怕火煉吼 謠言終結者是你 鼻子你也可以度度看 真的是硬 他真的用鼻頭 可以啊 而且鼻頭哪有人會整到那麼有肉的 是不是 下巴是真的啊 這郭靖出到13年 常被說壯臉安心雅 孫芸芸 可以組成女團 安安靜靜 芸芸眾生 面對流言蜚語 她始終表示自己從未進場維修 還曾說 我也覺得下巴某些角度笑起來有點假 自嘲操作666 看來出到13年 這郭靖已經是得到之人了 娛樂動新聞 我沒有嘴 發動